哈囉 歡迎來到新聞娛樂透架 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有很多人 有的人跟你比較熟 有的人跟你比較不熟 有的是你的朋友 有的是你的仇人 有的是你的親人 你確定你的親人不會是你的仇人嗎 最近好萊塢有一個明星 朱莉亞羅伯茲她的妹妹 不是服藥嗎 結果就送了一條命 結果說原來她這一輩子 都在忍受朱莉亞羅伯茲 對她冷嘲熱諷 在那邊諷刺她 她也把姐姐罵得很難聽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且還說她很有心機 挑戰什麼奧斯卡午宴的前一天 她掛掉了 第二天所有的明星排排站 大家都要來吃飯照那張相 朱莉亞羅伯茲硬是沒有辦法出席 你看 這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影劇圈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資深媒體人 麥若瑜 謝謝妳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李文婉 謝謝妳好 大家好 特別來賓 藝人 向娃 妳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斉長玉 大家好 憶怡老師 鄭雅雲 大家好 新組專家 維文 大家好 其實麥麥哥 我們以前一起跑萊塢跑了很久 我不知道你們 因為你們跑平面 我們跑電子媒體 我們其實每次聽到 要仿朱莉亞羅伯茲會怕 他沒有那麼好輕易 沒有那麼平易近人 就是他有一個架子在那邊 而且他講話 好像要蠻看他心情的 就是我們都知道 他是什麼好萊塢的美國甜心 可是其實沒那麼甜對不對 顯然對他妹妹來講 一點都不甜 他很難搞的 最好不知我採訪他過幾次 非常難搞 有一次有人要問他 小孩還是什麼 懷不懷孕 他就說 你侮辱了我的子宮 馬上站起來就走人了 好快喔 他很難搞 我們講主要的 我剛剛倩琳說了 今年他拍了一個八月新風暴 是跟梅莉死翠蒲 是講一個母女情仇的電影 然後女主角 女配角 當然因為朱莉亞羅伯茲 今年並不是奧斯卡女配角的 熱門人選 但是在奧斯卡之前 爆發了一個 她家裡的這個事情 剛剛講Nancy是她的 童母義父的妹妹 37歲 前幾天忽然在洛杉磯的公寓裡面 暴斃 暴斃之後就發覺 她有八頁的遺書 八頁那麼長 八頁遺書 然後她的這個Nancy本來快結婚了 她的未婚夫還有未婚夫的弟弟 都出來爆料說 這個Nancy她會選擇 當然有人說是用藥過度 因為這個Nancy可能減肥 因為她之前很胖 她最胖只有136公斤 公斤 她說她從小其實 姐姐Robert就一直在霸凌她 霸凌她的體重 就是從外型上來嘲笑她 可是她的未婚夫跟她的未婚夫的弟弟都說 其實她的這個Nancy的選擇詞 應該是跟Robert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就是說其實 就轉開來看Robert她跟她家族的關係 包括她的婚姻關係 其實她是一個很受爭議的女明星 她不是只有跟妹妹 她跟哥哥Eric不是也很久了 她的哥哥你知道艾里克勞伯茲 在朱利亞勞伯茲1990年還沒有拍 麻雀變鳳凰之前 艾里克勞伯茲就是個大明星了 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艾里克勞伯茲非常紅的 她是那種男一的綠葉 有時候會當男主角 他很性格 也很帥 可是有時候會演配角 但是就第一配角 可是為什麼後來 羅伯茲先跟他哥哥反目 因為他哥哥其實在80年代 那個時候有吸毒 其實好萊塢早期 這個東西是很多人碰的 那羅伯茲就認為說 他這個哥哥因為碰毒品丟他的臉 所以就跟他哥哥有十年不講話 可是這個南希跟他羅伯茲有什麼狀況 因為大家知道羅伯茲結婚 生了一個龍鳳胎有沒有 你先講他的婚姻 其實羅伯茲當時嫁給他這個攝影師老公 他還是小三 羅伯茲是小三 對 他是搶那個攝影師搶過來的 然後搶過來也很爭氣 生了一個龍鳳胎 可是這個Nancy就沒有在羅伯茲同意之下 拍了這對龍鳳胎的照片 當然羅伯茲會認為說 你又不是我的親妹妹 你是我的頭母義父的妹妹 你拍這個龍鳳胎要幹嘛 你想賣個女生在對嗎 就斥責她的母親 說你怎麼沒有把Nancy好好管教 因為這個事情 她拍了龍鳳胎的照片 母女三個人 包括Nancy 羅伯茲就是朱利亞 還有她媽媽 通通反目 五年都不講話 為了這個事情五年都不講話 Nancy她其實 剛講她最重136公斤 姐姐是個大明星 姐姐對她的這個言語 影響她多重 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個她後來講是一種霸凌 她當然為了姐姐的 她為了給姐姐面子 可能當時去做了這個腸 胃繞到手術 花了100萬台幣 然後減到大概是70公斤 砍了快一半 可是體重會反反覆覆 因為你胖的人其實 可能都還會再胖 所以她其實長期在她的這個 姐姐的這個嘲笑她的這種狀況 所以這一次呢 她的未婚夫跟未婚夫弟弟就說 就在說遺書裡面有講一句話說 你不要以為你很有權力 而且你要知道嗎 如果你的這個權力 在好萊塢的權力 會因為你一個親人的不幸事件 會把你全部打垮 甚至包括你的奧斯卡提名 它裡面有這樣寫 有這樣寫 所以她真的是挑這個時間 可是你會說 有會說有這麼歐嗎 一定要在姐姐奧斯卡 她姐姐又不是第一次 提名奧斯卡或得獎 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給姐姐一個好看嗎 但是真的是不知道 可是她的八頁遺書裡面 她的未婚夫就有講 Nancy有講這些話 而且他們就有講直指說 Nancy會有今天這個悲劇的收場 就是Roberts對她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你就看到說 其實羅伯茲包括了她的哥哥 她的婚姻當小三 她跟她媽媽 還有包括跟同母義父的妹妹 都有關係 都有狀況 表示這個女生大概很難搞 其實我家如果有大明星 我應該會覺得魚有榮焉吧 但是呢 像譬如說剛剛那對姐妹 她們之間的心結可以這麼深 家裡面有一個這麼漂亮的 一個大明星 然後身材剛好又那麼瘦 剛好妹妹的身材又比較 就是一個胖嘛對不對 當然會有一些的心結 再這樣姐姐如果嘲笑她 那我們就很好奇了 譬如說像向華姐 你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對不對 對 姐妹是四個對不對 四個 我媽媽有四個女兒 一個兒子 然後妳是第一個大明星嗎 沒有 對 對 算是 後來妹妹 Echo姐是後來對不對 在妳在當明星的時候 她有講說我也要跟姐姐一樣 我想去當明星這樣子嗎 有 因為我們家 不能說是愛恨情仇 我們家應該是說一個影響一個 因為我們家剛好有說 有五個兄弟姐妹 我姐姐是老大 我是老二 我姐姐小的時候 她很聰明 而且她在學校是風雲人物 因為她畫畫 唱歌 都是學校的代表 那個時候我妹妹Echo剛生出來的時候 她又好漂亮 漂亮到像個外國的小洋娃娃一樣 小時候我真的很不起眼 又乾又瘦又小 所以小時候在 姐姐優秀 妹妹漂亮 我先看我妹妹 妳看她小時候 小時候 這麼漂亮 這麼可愛 我小時候真的是 但是大家看得真的很不起眼 很奇怪 她全家照片一堆 她只有一張 照片 她沒有照片 都是我 妳看 我跟她講 我姐的條件都很好 在學校是風雲人物 有時候 那個時候 我小三的時候 我姐小五 學校有一個活動 就是週年慶 她的節目都是團體節目表演 到我姐姐的時候 她突然間個人表演 個人表演 我印象很深刻 她唱了一首歌叫 小小羊兒要回家 紅紅的太陽下山來 耶 黑 黑 春去的羊兒要回家 耶 黑 黑 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的焦點 專注都在我姐姐身上 我看我姐那個表演 我那個心中是充滿說 她是我姐姐 我好羨慕她 可是我有一點嫉妒她 為什麼所有的掌聲 所有的焦點都在她身上 我還不能進到那個會場 我是在那個窗戶外面 趴在窗戶 我突然間就說 原來我姐姐這麼優秀 是有道理的 我那時候心裡就想 好 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妳幹掉 我也要站在這個舞台 我也要永遠掌聲 人家才會讚美我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真的 我自己就開始 啟發妳的戰鬥 我十一二歲的時候 我就到處去參加歌唱比賽 那個時候妳看我十二歲 就跟包國良 包大哥在中廣 我就上他的節目 還是 那個時候包國良是主持人 我還小 我才十二歲 我就到處去表演 去拍 然後我等於是 因為那個時候家庭 後來環境不是很好 我就出道滿早 我就十六七歲就出道 然後十八九歲就 已經到處在登台表演了 那我在表演那段時間 剛好是Echo是讀國中 要升高中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在台北地生歌廳表演 已經有點知名度了 我妹每次都背個書包 然後去後台看我 身體在二道幕那邊偷看我 結果我沒有想到 我妹妹那個時候 她心裡很清楚 她要把我幹掉 真的是一個一個 妳站在外面看妳姐姐 覺得我把她幹掉 妳在台上 妳妹妹站在後面看 她把妳幹掉 把妳幹掉 我那個時候她一發片的時候 從來都不會跟妳講 她是我的妹妹 其實我們家的姐妹 感情還蠻好的 就是她的姊妹 那人就是表演 那她們兩個 老實講 我比較喜歡Echo 妳可以 我希望她可以幹妳 現在是像王姐坐在妳隔壁 沒有 老實講 因為她的跟我都會唱 妳在眼睛看著我 我現在看著像王姐 我都接不下去